大家好 接下来这个议题由我给大家进行分享 我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议题叫Bridge Attacked 桥接攻击 首先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我是来自腾讯移动安全实验室RESA Team的一名安全研究员 我叫韩子东 我主要的研究方向是移动APP的安全 以及IoT相关的安全 在去年2018-1024级棒的比赛中参加了黑客屋的挑战赛 也是成功完成了挑战 那么参加完那个项目之后呢 就对IoT和APP他们之间的这个安全 以及他们的一个共性做了一些思考和整理 那么今天也是有幸能带给大家 能有这么一个机会给大家进行这个相关的分享 好 我今天要分享的这个议题流程呢 首先会带大家来了解一下我们的这个Bridge Attacked 桥接攻击的一个概念 随后呢会给大家介绍 为什么选择Bridge Attacked 这么一个方向来进行这个研究 那么它跟其他的这个攻击有什么区别 那么第三块呢会给大家展示如何去利用Bridge Attacked 完成一次完整的攻击 以及一些真实的利用案例 所以我最后呢会给大家介绍一下如何去针对这种Bridge Attacked 的这种风险 那么我们要去做什么样的一个防范措施 好首先我们来看一下Bridge Attacked 的一个定义 那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下什么是Bridge 那说到这个Bridge呢 开发周期以及开发效率变得更快更高 基本上成为了现在很多头部应用开发的一个主流 那么右边的这个IoT呢就是物联网了 这个大家都比较应该比较清楚了 那么我们的这个Bridge呢 其实就是围绕这样两个背景衍生而来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Bridge啊其实是一个抽象的概念 那在这个浏览器和移动APP以及IoT的这个设备啊 当中其实他们是存在这样一个抽象的这个Bridge 用来做这个数据也好 或者说通信就是认证的这种通信的方式 那么对于这个移动APP来说比较熟知的 就是安卓上的这个WebView 这个WebView呢就是把GS和Java 进行了这个H5到Native的一个通信 那其实在IoS上也一样存在这样的一个WebView 像以前的UIWebView到后来的WKeyWebView 那对于IoT device来说呢 我们要考虑的这么一个Bridge 抽象的Bridge是什么呢 其实是很多 很多底层的一些这个基础协议 那比如像DLNA投屏协议 UPMPGXG用协议 或者说像一些厂商借助WebSocket 或者TCP它自己去定义的 这样一个协议来进行通信交互 那我们这里也是给出了 关于BridgeAttack的一个非官方的定义 其实就是利用这个APP当中的GS Bridge 以及IoT当中实现的这个抽象的这个协议层 那么使得攻击者有这样一个机会 利用这个Bridge达到它对这个移动APP 或者说IoT设备这样一个攻击的效果 那我们来看一下 为什么说我们要选择就是说 这个方向的攻击来作为研究点呢 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在WebView 过去WebView爆出的这个安全风险 我们从过去的这个风险的角度来做一个回顾 那在2012年的时候 CVE2012-6336披露了这个经典的 At JavaScript Interface这个接口导致的远程利用 这个算是比较早期的一个WebView的远程执行漏洞了 那么到后来WebView又爆出跨欲的这个风险 由这个SedaLofar Access一系列相关的这个 导致的这个私有这个文件被访问到 也是出了很多经典的漏洞 甚至到前两年有应用克隆 这么一个经典的案例 也是其实也是借助了这样一个风险 做了一个衍生 那么最后一个就是这个UIL Scammer的一个攻击 这个其实在近几年的很多安全大会上 也有不少的研究人员去做分享 那么其实UIL Scammer的这个攻击方式 在BridgeAttack里面是一个很好的切入入口 这个我们一会儿会说到 那我们来看一下对于这个BridgeAttack来说 它有什么区别 那么首先它跟之前的这个WebView相比 WebView的这个攻击方式相比 它有更多的攻击面 那么其次呢 它的这个产生的漏洞效果 和这个抽象的Bridge 它本身的能力是一个正相关的 也就是说你的这个Bridge能力越强 那么你产生的这个漏洞的效果 可能就会越大 那么最后一个就是说 它不仅涵盖了这个移动的APP 也涵盖了IoT的安全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如何去利用这么一个BridgeAttack 以及一些真实的案例 首先以移动APP 移动应用作为一个切入点 我们来看BridgeAttack的一个攻击面 那么从浏览器作为一个攻击跳板 攻击者可以从外部发起 Payload发起这个攻击 借助这个Scammer解析的过程 切入到这个WebView 以及这个手机 对这个Scammer解析的后续操作里来 那么在这个地方有一个问题 由于WebView的安全性问题 很多的这个厂家 就是APP开发者 其实是有对这块是有重视的 那么它会做一个 相对来说会加一层这个身份的校验 它不会让随随便便的这个攻击者 就可以去随意的调起 它WebView所提供的这个接口能力 那么我们就要来考虑 如何去绕过这样一个身份鉴别的过程 那么这里面呢 列出了三个比较常用 也是比较好用的方案 那么第一个呢 就是XSS攻击 这个基本上是屡间不显的 这个Web攻击的这个手法了 然后第二个呢 也就是通过这个对域名检查的一个审计 那么你可以去发现 它在过滤这个域名的时候啊 其实很多的开发者或者说厂家 都是没有做到一个严格的保护的 那么你可以通过这样发起这个跨站请求 那么第三个呢 就是通过中间人攻击 比如说通过HTTP的这个请求 下发的JS Bridge的这个文件啊 你是可以去通过中间人去给它进行篡改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首先是第一个关于不安全的校验域名 导致的这样一个问题的一个案例 在这个案例当中呢 这个这名开发者呢 这是一个头部应用 这是一个国内的一家头部应用的APP 那么他在校验 从Scammer解析过来的这个攻击者的身份的时候啊 他做了一个判断 他认定说 如果对方的这个域名是 包含有一个他信任的子域名的时候 用了Contents作为一个过滤条件 那么如果含有他信任的域名的时候 他就认为这个是安全的 如果不包含在内的话 那么他就把所有的这个JS能力全部给关掉 那我们实际上可以通过这张图片上方的 这个攻击向量可以看到 当你使用Contents和EndWiz 作为这个域名过滤的方案的时候 其实是没有办法防御前面这个虚假的域名的 也就是说你的这个绕过Bypass是无效的 而且这种情况在我们的研究结果里来看 其实还是占了很多的比重的 那我们绕过了这样一个域名检测之后 我们就需要去进一步的逆向分析它的代码 那我们可以看到他这个地方提供的JS Bridge 在这个APP里 他提供了这么一个能力 叫做SendClientRequest 也就是通过客户端向浏览器 向服务器发送这个请求 那么我们借助这样一个JS API的这个能力 我们就通过一个简单的Web级别的一个攻击 可以达到一个深层次的跨域攻击 那么我们借助这一个接口 可以给服务器发送伪造的请求 从而拿到这个 这个这名用户的这个订单信息 以及他的个人身份 包括身份人号这样信息 那其实大家看这样一个攻击 仅仅是从一个URL出发 那么最终其实是把Web的攻击和APP的攻击 给串联连接到了一起 那这个呢也是一个头部应用 这个级别比之前的那个还要高 这个在审计的过程当中发现它很少存在于说 它的域名校验跟刚才不一样 它有很严格的一个域名校验的一个过程 但是它的问题在于 它没有有效的去防御XSS 当然了XSS这个东西不是说防御能防住的 那在这个APP的这个审计的过程当中 我们就发现 它的某一个域名下有这么一个XSS 这个XSS呢 如果从简单的Web角度来考虑 我们就是说去拿了它的Cookie做一个登录 去做一些事情 但是这里就存在一个问题 现在的很多这个头部厂商啊 当你拿到这个Cookie值去做一个登录的时候啊 在客户端都有很多的二次教验 比如说二次的二次密码啊 或者说二次的这种票据的这种教验 那么你很难去达到更深层次的一些信息的获取 比如说支付的信息 比如说订单或者说一系列的东西 那这个地方我们要怎么去进一步的扩大这个攻击呢 那么我们来考虑这样一种Payload的设计方式 我们利用这个XSS从外部引入一个JS文件 那么这个JS文件当中呢 我们要去利用它本身提供 这个APP本身提供的这个Bridge的能力 那么我们发现了一些非常敏感 也非常危险的JS 这个JS API暴露在外面 那么最后我们利用一个恶意的UIL 就可以达到去获取到这个敏感的信息 那这里是一个简单的POC 首先导入了外部的JS API文件 然后呢找到一个第一个敏感的这个JS Bridge提供的接口 叫做GetUserInfo 来获取Cookie以及Cookie当中的一些Key 那么利用这个Key呢 再次从这个APP里的一个另一个敏感的接口 SendRequest去进行一个深层次的调用 配合上第一轮的这个Key 我们就可以拿到这个用户的支付信息 那最后做一个总结 在这个APP层的这个BridgeAttack的里面 攻击者可以通过一个简单的UIL 借助这个虚拟的JS Bridge 它把WebView和这个Native层的这个安全风险 给融合到了一起 那么导致更多的攻击面被暴露了出来 那么它有更多更好的这个条件 借助这个JS Bridge的这个能力 去达到窃取信息 以及代码执行 甚至说如通传播的这么一个可能性 那说完了这个APP的这个BridgeAttack的 我们来看一下在这个IoT的Bridge里面 它跟这个APP有什么区别呢 那么我们这里面提出在IoT的Bridge当中 它更侧重于两个特点 那么第一个特性呢 是对内网的穿透 那么可以借助像DNS充满定 这样一个攻击手段 或者说借助对中控APP 也就是对于每一个智能意见来说 它都要有相应的这个APP 来作为它的管理中心 这个大脑APP 那么我们对这个中控APP进行攻击 也是可以同样达到穿透的一个效果 那么还有一个特性呢 就是说在IoT的Bridge的利用当中 它可以达到一个更好更持久的效果 那么这样一来就带来两个优点 第一个呢 就是说你可能在一个局域网内 有更多的肉机进行选择 那么第二呢 就是说你有更多的这个时间啊 来帮助你去设计 还有这个构想这个攻击的结果 以及攻击的思路 那我们来看一下IoT Bridge IoT Bridge呢 其实跟这个架构是有一定关联的 那么对于这个有云服务器的这种IoT厂商啊 它的虚拟Bridge 很多情况下是在跟这个云端进行一个交互 那么这种情况下的这个Bridge啊 其实很多时候不是我们这个话题所关注的 那我们更关注的是 没有这种云服务器 也就是说由这个APP啊 和这个IoT设备事先协商好的这么一个协议 它可能是UPNP 它可能是WebSocket 它也可能是其他一些厂商自定义的这种协议 用来作为一个Bridge 用来作为一个他们数据通信过程的一个桥梁 那我们来看一下在IoT的设备当中 它的一些Bridge攻击面 那么首先这里只列出了 以DNS重绑定为例 我们借助DNS重绑定达到第一步 渗透到了内网 接下来我们可以对这个硬件啊 进行这个分析 查看开放的端口 我们来判断出它的这个Bridge实现的这个协议 比如说UPNP 比如说DLNA 或者说一些其他的这个协议 那么当我们达到这层协议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更好的去 在每一个协议的格式下 去构造这种攻击的这种请求 达到我们的目的 那么可以看到 它跟APP的这个攻击面啊 有一个不同点在于 它少了这么一块身份认证的过程 这个是因为在IoT的厂商当中 相对来说 意识到这一点 做身份验证的这个厂商 相对来说出来还不是很多 也就是说他们的重视程度要比APP 低一个level 那我们举第一个IoT的这个Bridge Attack的一个案例 那这个案例是一个DLNA的案例 DLNA是投屏协议 也就是手机或者说一些多媒体往这个电视上投的 这里的这个IoT设备目标对象呢 就是一台智能电视 那么这台智能电视呢 首先它在DLNA的这个协议实现上啊 它没有去做身份校验 那么我们作为攻击者 就可以随意的去利用它的基础功能 比如说你在家里看电视 我可以入侵进去随意的给你播放一些其他的画面啊 或者说一些其他的这个视频 那么除了这种方式来看的话 那似乎DLNA的威胁也不是很 这种方式的Bridge Attack的攻击也不是很大 但是这家厂商呢 除了在这个基础的这个协议处上 它还做了一些扩展 也就是说它帮助这个DLNA的协议 为了自己的一些方面吧 它就做了一些扩展 那么它在里面提供了一系列的接口 可以达到远程下载执行 安装以及运行的APP的一个过程 那这样一来 而且它这个接口呢 没有进行身份校验 那这样一来我们身为攻击者 就可以同样的构造这么一个攻击链 我们来利用它的这个不安全的这个Bridge 达到我们的一个攻击的目的 最终进入到私网 种下我们的这个木马 那这里呢 是第二个Bridge Attack的一个案例 这个呢也是一个电视厂商 但是这个电视厂商呢 我们的攻击思路换了一个角度 我们首先去逆向分析了 它的这个中控APP 那么分析了这个中控APP之后 我们发现它是没有经过这个代码保护的 那么我们很容易的就获取到了 它实现的这个协议 以及它协议当中的一些具体的格式 随后我们通过Wireshack的抓包发现 它是通过了WebSocket 以及这个一些协议字段 都是明文在里面的 那我们就很轻易的就是说 同样以同样的方式 复制前面这一轮的攻击 达到远程安装下 远程下载安装 以及运行的过程 当然这个同样也是没有做任何的这个校验的 那看完了这个APP以及IoT的这个BridgeAttack的 我们来想一下我们如何去防御这种Attack 那么我觉得就是首先从这个对于APP来说 那么你可以把全线做一个细利度的划分 即使它拿到了某个子域名的XSS 它也没有办法拿到所有的这个Bridge的能力 这样的话就也可以做了一个约束的限制 最后呢就是说 尽量使用这种HTTPS或者一些加密的信道 来保证防止中间人攻击 那对于IoT的这个Bridge来说呢 我们更多的考虑的是同样的策略跟JSBridge 另外呢我们也需要去当心 就是对于厂商来说 我们还是不要去尽量的去滥用这个Bridge的能力 去扩展这种基础协议 随意的扩展 如果真的想要扩展的话 那确保你一定是加上了可信的这种 教验的这么一个环节 那最后也是给这个分享做一个总结 关于BridgeAttack的这么一个概念 首先呢 它有更多的目标作为选择 比如说更多的这个APP以及IoT 都可以作为你的选择目标 那么第二呢 对于我们攻击者来说 从BridgeAttack的这个角度去分析 分析这个风险 我们有更多的攻击面来考虑 我们很轻易的就把web攻击和APP 以及IoT的安全给融合在了一起 那么第三呢 就是非常容易去利用 仅仅是借助一个恶意的UIL 它就可以达到传播速度很快 以及很广的一个效果 那最后呢 就是说 它利用之后的结果 比如说像远程利用啊 本地利用啊 或者说这个信息泄露啊 甚至持续的这种攻击啊 都是可以达到的 好 那感谢大家 这个就是我今天的分享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